大家好,我是Matthew黑超 今天是2022年7月12日 今天看到一宗新闻,非常兴奋 所以必须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安心出行、拾命制 和健康马、红马、黄马 这件事真是正的 首先,我们的抗疫系统真是完善了 精准了 起码有些不守规矩的人 有机会都查得回,既然可以算账找他们 希望不会再有类似以前发生过的抗疫漏洞出现 既然,就感觉上 我们会不会都将会要与世界通关了 事关习主席提到 在2022年7月1日的重要讲话里面提到 我们香港有四样东西硬挖的 你必须要做到的 必须要确保一国两制方针 贯彻精准地实行 必须要维护国家主权 肯定中央的全面管治权 和香港的自治权要相统一 再还有就是必须要确保香港的独特优势和国际地位 最重要就是必须要确保爱国者治港 这四样东西硬挖的 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抗疫政策 其实是与习主席的四个必须护认中 这个抗疫政策的转变 很明显第一样东西 就是降低了大家入境香港的成本 就是我们意味着去旅行有望了 现在你去旅行去那个地方是不需要你隔离的 譬如我想去泰国玩转去日本玩转 他们是接受你的 但是当你回来香港那一刻 我就要给钱住隔离酒店 你不是去staycation 你是去隔离 你即使看着一个很漂亮的海 但是你都没有可能感受到一点海风 就是这样去住一些漂亮的酒店 绝对不是一个享受 再说 不是我想去住这么漂亮的酒店的 有时候我没有选择 迫着要给2千万 有些网友就反映 可不可以帮忙说一下黑超 就是我们有时候就真的是被逼的 做香港人真的很惨 我们要回来就要给钱酒店 你这么多房仓 为什么不让我们住 现在你又说可能有机会 某部分人可以居家隔离了 那订了酒店有什么可以退 就是可不可以都帮我们这帮人想想 我都希望政府都不要围望他们 那就是与其你有个这样的政策 倒不如都叫那帮酒店 即是退款 如果给了钱的 有得 总之有这个奴重某医生 为我们制定这套新的抗疫政策 现阶政府 李家超为首带领着我们 很有希望我们很快能够走出 疫情的阴怀 好耶 香港人加油 是特意说一下 好了 那就说了四个眼挖 那就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习主席2022年七一说的 四个希望 希望香港政府能够做到的事情 他跟硬挖不同 硬挖你必须要做到 其实硬挖那些你只要不犯法 或者坚守捍卫着基本法 捍卫着一国两制方针 你理论上都没问题 因为我们有了国安法 以前没有国安法 香港人说一国两制 只是说两制 说一国是没有人说的 因为某大传媒 或者整个舆论 整个政治 整个宗教 整个教育的老师 社工 公务员体系 全部都说两制 但是现在不怕了 你们多说两制都没所谓 因为有了国安法 二十三条尽快立法 这样你想怎样说都可以 as long as不要犯法的话 你说到几天花龙凤的两制 你怎样去拥护西式的民主自由 都没问题 你不要犯法就可以了 所以习主席在许七一讲话 也都有提及到 如果一国越牢固 两制就越能够彰显 简单来说 就是说你是爱国 你没有叛国的心的话 你说什么都可以 你做什么都可以 你怎样去游行都可以 你怎样示威都可以 只要你是爱国的 那就跟大家分享四个希望 第一个希望 就是希望着力提高 治理的水准 完善治理的体系 提高治理的能力 增强治理的效能 是把香港特别行政区 建设好 发展好的迫切需要 为什么这件事是放在希望 并不是放在必需呢 因为习主席是完全掌握到香港的实际情况 2020年没有国安法之前 很多东西是在我们被殖民时期 已经埋下的炸弹 所以习主席是完全清晰 是需要时间去修正的 特别是那四大范畴 宗教 教育 宣传 公务员体系 大家现在都看到 慢慢走 未来希望可以看到 国民教育 甚至乎是 忠使必修科 这类型的东西 是希望逐步的 可以看到 因为 青年兴 则香港兴 青年旺 则香港旺 青年发展 则香港有发展 青年有希望 则香港有希望 这个也是习主席说的 所以有些白痴子 就说自己比习主席更加 动释 这个香港情况 那些简直低B 好 我们继续说回 严肃一点 说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第二 就是要 希望 他不断地增强 发展动能 香港的地位特殊 条件优良 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 抓住国家发展 带来的历史机遇 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 越港澳大湾区 和一带一路 高品质发展等国家的策略 这件事真的要政府 行政主导 主导 去跟其他一带一路 完善国家去谈 有什么可以给我们香港人 去做生意也好 去投资也好 去展开新的人生也好 如何能够利用我们香港本身的 独特角色 去将一带一路 或者越港澳大湾区的 产品以及服务 迈向世界 这个真的要行政主导 政府牵头 或者某一些商会牵头去做 个别小市民做不到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多些了解一下 国家主席的重要讲话 十四五规划 希望相关人士真的研究一下 其实我们看到自19年底 2020年开始 整件事不同了 特别是上届政府的施政报告 其实长远了很多 明日大嶼 北部都会区 全部都是十年二十年计划 不同以前 都已经进步了 我们期望今届政府 会为我们继续做得更加好 因为以我所知 比如 以前 在沙头角定粉顶那里 说的超级殷儀城 现在都不再是超级了 只是一个殷儀城 那你做了的东西不浪费 我觉得很合理 其他的配套就配合 南金融 北创科 这个香港方针去做 以前的北区 现在是北部都会区 即是 未来我们整个中国大陆 整个亚洲的创科基地 都会在北部都会区 即是我们香港的北部 即是我们香港的上水粉岭 天水为 罗湖与深圳福田一带 那个科技走廊 希望有生之年 我们会见到 希望我们的现界特首 会带领着我们香港 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好 继续第三的希望 希望特区政府做到的 就是切实排解民生的忧难 享天下之利者 任天下之患 居天下之乐者 同天下之忧 这句话很 没有 体会到我们国家的执政党 他们一直以来秉承 下来的方针 就是为人民服务 发展是为人民而发展 所有东西都是 以人民利益 以人民生活得更好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优先 去考虑去做决策的 那香港政府 其实在不失香港独特地位 不失我们一国两制方针的前提下 都可以做到的 你看人家新加坡政府 他们的房屋政策是 私人买卖与基层住屋 是完全分开两个市场 我们其实可以效果一下 我觉得 我们甚至乎 香港有这么多劏房 就是我们也可以走出一条 属于香港 而又位及香港人的房屋政策 例如 劏房这么多的 你说一次过拆掉 不让人住 是不合理 也是不现实不实际 但是你说 给学生住 或者给一些 个度性的人住 限制住的租金 限制住的 平均住户人数 不能像 铸笼那样混进去 你说这样限制是没问题的 因为香港人 发展到这样 是不应该 人均的住屋面积这么低 但是 你给学生住 叫一下是OK的 中国人就是一个 黑苦内劳的民族 我们的成功 以前08年 雷曼兄弟爆煲 为什么欧美 为什么欧珠五国 各个国家 各个 所谓的发达国家 都欠下巨债 先洗未来前 我们在中国 没有这个情况 就是因为 中国人 传统文化的美德 我们现今的中国人 现今的香港人 要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有自信 要对我们的制度有自信 要对我们的道路有自信 要对我们的理论有自信 所以 现今成为中国人 大家应该要感到自豪 因为 14亿人全面脱贫 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 很创举的历史 好 习近平主席 第四个 希望香港政府做到的 就是 共同维护 和谐稳定 香港是全体居民 共同的家园 家园 家和万事兴 家衰口不停 其实这件事 我都经常说的 我经常演绎 究竟 国家赋予给我们 香港的国安法 是包容 以及守护 包容来说 为什么最近我又支持林二汶 又支持张学游 就是 配合习主席 首尾呼应 我都搬车边地 就是 希望香港的社会 能够和谐共用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金钱 团结就会有 好的事情发生 所以 经常都说 国安法是给我们的守护与包容 守护我们这帮 爱国爱港正常人士 包容一些曾经犯过错 但是 自国安法生效后 你痛改前非 为时未晚 那就 不切追索期 习主席这四个希望之后 其实他重点有提及到 要关心年轻人 青年轻 则香港轻 青年王 则香港王 未来 希望就是 我们的青年会 走回正轨 要理解到 所谓的 欧美西方政府 他们为的 是为他们 欧美的国民 并不是为你 这帮中国 香港人 所以 而未来 我们希望做多些青年工作 多些和不同的青年人 打球 或者组织多些 回内地的交流团 未来 会多些拍片 和年轻人 去中港交流的片 希望大家喜欢看 今天分享了 习主席的七一 还要说 四个希望给大家 麻烦大家帮忙 留言订阅 分享赞好 Thank you 拜拜